但如果写到老盖头名字旁 可能就会写在中间附近 目前 你注意要下笔点 你不要想9 你哪有上次是写9 可能要想到8 压下来 知道吗 10嘛 9 8左右 他没有写在中间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写在中间呢 你去比赛的时候 会看到他字的结构 这边是对称的 可这边有对称吗 重量在哪里 你可以讲话 这个录音到时候会有声音 你不能说下面 左右两边的重量是在左边还是右边 右边比较重 所以就要写稍微偏左边一点 一般是写在9 可是这个字比较特别 要写在大概8或8.5这边 那会写在几楼 这个字是什么型的 你要说长型的 长型的 而且最后一笔是什么 最后一笔我们叫做树 有一个签的影片你有看过吗 篮球员 这个就是属于篮球员的字 它是树或树沟也代表它是长树 篮球员的话要怎样 再往上高一层楼 高一点知道吗 现在问题来了哦 这个旁边也是空白的 一样也是要写高 所以目前它大概在几楼 几楼 17.5或18号 你目前写18也OK 好8号18楼 这样写写写写 那你这笔 这笔离多元你会找吗 你从这边你写第一笔之后 大概几个棉线 两个或三个 然后这笔跟它一样高 可是别的字体是更高 目前这个字体是 那这边也数几个 也是三个棉线 甚至是四个 但是也不能太远 自己算几个棉线就对 因为从这里开始算了 这样对过来 这个斜上去 那老师问你哦 这边要长一点 还是这边长一点 右边比较长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天有一个人在网络路上提说 这边短这边长什么的 老师说 我说写字都要看什么颜色 白色 你注意看哦 从这里开始算 其他的字体会很明显 这边的白色 跟这边的白色要一样 那因为它等一下会勾过来 所以这个就要写 长一点 重点是里面的白色 要平均就对了 知道吗 重点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写字看白色很重要 其他的这边 一笔对一笔很靠近 接下来就是这一笔 很远很长 那你感觉是这边比较长 还是这边比较长 左边比较长 还是右边比较长 左边 它这种采用的是形书写法 这边会长一点点 然后写到这边都对对对 不要对错 那写这笔的时候对谁 你用手指 我会用在上面用 哇 很惨 那就错了 我们尽量找中间来对 因为万一你如果写错 你对这里就对错了 你可以往上对 你说对这里的这边 或是对这里的这边 知道吗 等下写的时候 对这里这样对过来 他的左边 或是对其他 你对这里就很危险 我们尽量找中间这边对 好 这个多长 你自己再抓一下 那你写这笔的时候对谁 你指清楚来 你指清楚哦 没有 我会对这里哦 他说对对 没错了 是对他 没错 我会说在他的右边 知道吗 问题来了 要写到几楼 你马上反映出来几楼 对 这一种的字 不会只写到五楼 因为他笔画多又长 所以他至少要写到四 或甚至是三 所以他写在五楼的下面 大概四楼 其他部分你等下自己想 我交到这里 你回去写写看 一笔一笔慢慢写